如何把一个变态演绎到极致 拉里完美地诠释了这两个字 那么如何让一个变态说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呢 就在今天一早 从噩梦中惊醒的塔塔发现拉里出现在自己的牢房中 拉里说可能是昨天她讲的故事把她吓到了 塔塔灵机一动 说拉里为了编故事竟然对最信任你的朋友撒谎 原来你就是一个谎话连篇的骗子 亏我把你当成了最好的朋友 拉里听后有点慌了 她极力地解释 可是塔塔根本就不给机会 杨庄生气自顾自地刷起了牙 为了挽回这来之不易的友谊 拉里赶紧改口说她昨天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塔塔赶紧乘胜追击 你说你从小就挖木 那为什么没得杰西卡也挖一个呢 拉里成功被勾起了解释的欲望 她说首先挖坟墓需要一个松软的土壤 其次那天晚上完事之后天色实在是太暗了 并且那天还有一个男人把车停到了不远处 这导致她根本就没有时间埋食 她还想再解释些什么 却被塔塔无情打断 这里每个人都在讲故事 所以也不差你一个 拉里听后直接就急了 停 塔塔让拉里不要再解释了 我见过一些真正杀手的眼睛 可你的眼睛却与他们完全不同 所以请不要再撒谎了 拉里一听眼神当即就变了 接着转过身告诉塔塔晚些时候木工房间 我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杀手的眼睛 果然 鱼上钩了 吃早饭时 塔塔看见很多犯人都在用如狼似虎的眼神盯着自己 而这期终于中大佬也包括在内 她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 回到牢房时 发现狱警狗蛋出现在门外 她请求狗蛋再给她一周时间 狗蛋问她到底是在为谁工作 塔塔说一周后你自然会知道 没想到狗蛋是真的狗 不用一周了 你好好享受今天的时光吧 说完就转身离去 言下之意很明显 塔塔能不能活过今天都是个问题 她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拉里的身上 在去木工房之前 她拼命运动让自己保持冷静 调整好状态后她来到木工房 开始了与变态杀手之间的最后一次播用 她走进拉里室定睛一看 桌上画着一幅地图 而地图上面各个城市的某个位置都标记了一个红点 周围还摆放了21个精星雕刻的小鸟 拉里告诉她这些小鸟到时候需要寄给弟弟 让她帮忙涂上飞色 之后再用他们来守护死者的灵魂 塔塔立即意识到 死在拉里手上的女孩远远不止14个 拉里对于塔塔说她是骗子这件事很是不熟 于是在这一刻 拉里决定将关于她的一切全部毫无保留地讲给她听 她说所有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女孩 她都记忆犹新 很多时候她并不是想抢卧她们 但是那些女孩们老是打她 所以她才会不得已而为之 才会不得已而杀之 尤其是一个叫雷特勒的女孩 她的拳头就像是个男人一样引进 用拉里的话来说就是 她杀她并不是为了捅儿童 而是为了不被打儿童 说到这里 拉里想起了尚武塔塔的话 她说她从小到大挖了无数个坟墓 而她也确实为雷特勒挖了一个坟墓 并且这个坟墓的位置除了自己以外任何人都找不到 她说只要她还活着 那他们的死就有意义 可就在她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预警却打断了她 他们还可以在这里待五分钟 塔塔见状直接切入主题 她告诉拉里 她还可以做得更多 那就是给他们安宁 可以匿名告诉他们的家人藏尸地 以此给女孩们的家人带来安宁 缓解他们的痛楚 拉里听后直接笑了 笑得要多变态有多变态 她说这根本不可能 因为她还要活着从这里走出去 所以那些女孩们的藏尸地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她会从这里安然无恙地走出去 然后继续过以前的生活 塔塔听后再也憋不住了 若违寺 若继续过去 若违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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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呗褬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